今天就和大家做 Gopo Hero 7 Bag 开箱短片 大家好,我是Tiger 大家都很喜欢看开箱短片 我担心买了之后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其实都是那些东西 反正都要开箱 大家一起拍这个短片开箱 今天的开箱是Gopo Hero 7 Black 记住,有水货和行货 我不建议大家买水货 我不是说水货行货 我不建议大家买水货 因为水货基本上没得整 很难做,又要寄到美国之类 Type 如果你遇到机有机会坏 请买航货 那,OK 当然,航货货是几百元 你会在开箱前看到有保用症 會看到有什麼配件 防水殼、機器、不同的充電線、螺絲 底部很可愛 有一條好像開餅乾一樣 撕掉就可以了 看見了,可以了 切刀也不用 向下拉 把機器拉出來 跟以往的都很像 他很喜歡透明蓋頂放在上面 這個就是放在機器 這個就是可以扭出來的 Gopo 每一代都是 頭部都是兩個瓦 接著夾到三個瓦 這個都是Gopo 標準的一個孔 如果你已經有Gopo 的配件 例如是頭帶、手帶 其實你又不用特意購買 那我講回 我上次好像說漏了一條影片 因為這部機器就是 Kelvin 時山會去西班牙奔樓 真的會有警察去檢查這些東西 譬如說你太大部機 拿著是不行的 或者你綁了整個身體 都是小伙機又不行的 這樣也有很多規定的 所以我們就用Handscript 最簡單的補個Gopo 應該是OK的 而且我見過人這樣做應該是OK的 我有一張問題卡 Global 的貼紙 又說明書 我想99%的人是不會看說明書的 這個是Safety Instruction 即是安全指引 我會叫同事所有機器都會看說明書 因為寫來你不看那要做什麼呢 還有有些東西你要去知道和學習的 尤其是航拍機 麻煩你們學會了才好飛 因為它會養成很大危險 好了 講完一些雪教的東西 裡面有一條USB線 轉回Gopo 的頭 現在是USB-C 即是大支援USB-C OK 然後我拍的公司有幾十個頭 那是什麼呢 一邊是三公尺貼紙 可以貼在頭盔 牆 沒有人貼牆 貼在車頂之類 另外一邊可以夾著 Gopo 的頂座 好 然後就有原裝電一顆 原裝電一顆 因為我們沒有買外部的充電 就是要用USB的充電火牛 當然要用Glopo 這裡把主機和殼分離後 其實你會看到很簡單 就是底部進入電 這個位置進入電 還有可以放一張SD卡進去 另一邊 有兩個孔 一個是HMI 一個是充電位 讓我用USB-C充電 我們先進入電 我想說其實也挺麻煩 如果你拍攝一下 比賽也好 要換電 要從殼分離出來 也不是最方便 但沒辦法 基本上沒有東西是完美的 我們要 自己要注意一下 這次是充電 解決了 進入卡 充電 基本上 Glopo的主機 就是差不多 另外 電 開了它也有電 差不多 我們看看這個Handstrap 也挺好的 感覺上 好像 好 開開 對 其實沒有了 只有三個 Handstrap 第一 第二 第三 最重要當然是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挺不錯 你看看 這一塊 有一個 類似直膠 軟面面 味道海綿 但很舒服 那是什麼呢 就放在手腕上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我用非常棒的去形容 而且你會看到有原廠Glopo的Loco 所以原廠的東西 也挺貴的 400多 但真的很棒 OK 你看到兩條的 這個是帶 這個很簡單 穿了兩邊之後 就索 索 就是這樣 最簡單的Handstrap 然後這個 就挺有趣的 開了它 就類似一個Y字形的 一個手帶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就是 要這樣安的 這樣吧 接著一邊 就先穿進去 好像一般的 相機帶一樣 一邊是 穿了一個扣 另外那邊呢 因為它有一個Y字 就在兩邊這樣去 兩個那個 它有兩個卡位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嗎 在這個位置 索住 這個位置有什麼用呢 主要是 穿著手指 挺帥的 OK 好 看到嗎 好像你打 射箭的 護手套也好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這個真的不錯 又不會很不舒服 扭開了 扭開了那個 扭開了那個 剛才拆了 好了 現在砌回去 Gopo 組合 好 嘩 所以你想想 如果 正在奔牛 要換電的時候 開變的牛 該怎麼辦呢 真的要快 OK 但一個人都 吵架 所以我想 一塊電 希望打到多久 這就是一個組裝方法 擺放前面 拍前面 Gopo的手 撕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 可以嗎 好像打機一樣 這樣 人家潛水 拍前面 很多牛 很多觀眾圍著我 結滿話題 就是 DJI出了另一個 類似Gopo的問題 鏡頭在前面 就會看到自己在拍什麼 現在Gopo是不知道的 你只有一個估計 但由於Gopo 可以很廣場的緣故 你大約 看到鏡頭 都知道在拍攝自己 可以嗎 所以 都應該拍到 但你會看不到畫面 這個有點笨 但沒辦法 因為Gopo 我還沒測試過兩個分別 但應該Gopo Hero 7 Black 穩定性 比較高 無論你去跑 我接下來會做一個測試 就是 這個奔跑 是否可以接受 和是否可以 大家拭目以待 這個就是 Hand Strip Test 好 然後 大家要給點耐性 因為我們將會 脫掉這組 這組 這個也不錯 要脫掉 也很快 而且我也覺得 這個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反而放在手錶 你會有機會 跑得太快 會 滑 撞掉了 剛才那個 你拿魚的 就算被牛撞到飛氣 你也拿緊 應該沒事 除非它撞斷你的手 那隻手飛走了 應該不會 不用擔心 OK 好了 說笑而已 不用這麼緊張 好了 接著就是 Feeway Feeway 都是不便宜 都要600多元 但為何值600多元呢 一定是原因 讓我們看看 都是 一燙出來 就是 嘩 其實就是 只有一支棍子 為什麼這麼貴呢 其實我都沒有用過Feeway 有沒有說明書 但以我的聰明才智 是沒有問題的 Feeway 基本上就是 顧名思義一節兩節三節 好了 那 基本上 每一節 它有一個類似活塞 一個鎖 這樣 令到它不會動 那 比起其他 譬如DJI 不同的牌子 它是靠 拉盡的 迫力來說 是 可靠很多 即是你不用猜 即是鎖 即是你一個鎖 鎖 鎖 我想你明白我說什麼 大家 好了 那反過來 好了 無論你 自拍 通常我們都是自拍 OK 因為用得GoPro 都 都是自拍的 很少 人家拿著GoPro 幫你拍 不過 絕對 是嗎 好了 現在 已經鎖定了 OK 最簡單的第一個模式 我看看它 我們來參考一下 怎樣 第一個 3Way 這樣 拍攝自己 大家好 我是Tiger 這就是 一般KOL自拍的模式 如果以前沒有防手震 應該影片又不堪入目 看見你嘔 但是現在有正確 我們姑且試試一下 它的穩定性可不可以 好,第二個模式 就 鬆開兩個鎖 短小晶光 藍色的按鈕已經隱藏了 可以再接近一點 好,那有什麼用呢? 好,即是說 你去拍攝有時不需要太高 好,利用第一身的 我們的POV 周圍一營,西班牙的街上 幾多人 幾多人看鬥牛 其實可以當一個 如果有穩定功能OK的話 就像一個 三軸防押手震的Gimbal 當它是一個 DJ Osborne Mobile的 儀器用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好了 它也有一個模式 是 很有趣的 就是三腳架 底部好像 喝水的水瓶一樣 扭出來 嘩,是不是很搞笑 扭好像暗氣出來 這支暗氣是怎樣用的呢 就是這樣開的 有一個mini tripod 可以嗎? 就要扭 接著先把它夾起來 就像剛才的模式 就把暗氣 反轉轉 即扭進去 這個暗氣就可以 完成一個 tripod 這個是3ray的其中一個模式 諸如此類 這個伸延也是可以 去鎖住它 做不同的變法 你留意 但是因為那個三腳 整支是膠 很輕的 所以也有機會反 或者不穩 所以 要注意 重心 這個是很大的缺點 就是 它的 輕輕是一個優點 但是太輕 它會反 和不穩 都是一個缺點 基本上 官方的指引都是類似的 還有一個用途 就是可以伸到最盡 不知道 去偷窺什麼 伸展到 記住 每個位置要鎖住 鎖住 可以當一個 都可以的 可以當一個 那些 那些叫什麼 Grip 不是Grip Sorry Crane 那些 即是在拍攝食物 然後升高 為了它升高 遙臂 實用性 有待測試 但基本上 我自己就覺得 3ray是輕巧 還有 有一些Lock是不錯 就是不用每次都逼迫它去猜 那 三腳架 這個底的三腳架 就叫做 Foneless 不算是最有用 我自己會覺得 這樣拍攝是幾好 幾正的 還有那個手握位 用了直膠 幾舒服 幾舒服 那 值不值得這個價錢 就見仁見智 那 我自己就覺得 你不需要有一個 那些 鴨寮街 那些 Selfie Stick 又再轉頭 又怕會斷 那整件事都 雖然輕 還有膠 但都很穩陣 所以我覺得 這個3ray 我覺得 都是值得買的 如果你經常用GoPro拍攝 那至於它 可不可以防水呢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 類似物體 拿進去潛水 之後就是生了瘦 目測 這些位置都 OK 整個都很膠 真的生瘦的位置都很好笑 那 我未見過人拿進去潛水 但是 都可以一試 這個就是我純個人意見 我都有待去補充資料 好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大約知道 3ray是甚麼 多錢就能買 Handstrip 我覺得用料很棒 非常推薦 記得看我們測試後 究竟 現在摸下去很舒服 很棒 究竟帶著來跑步 是否接受到這個畫面 因為我接受到 又不代表大家接受到 我接受不到 也不代表大家接受不到 OK 所以記得看視頻 還有 如果這條影片可以的 分享出去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們更多動力 繼續拍照片給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下條影片見 拜拜 Hello 再一次多謝大家 收看我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有甚麼意見 想法 甚至問題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拜拜